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把自己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几种女人婚姻不幸的面向 首先一个就是额头高阔 额头比较高突的人 象征着有力量有抱负 假如说女人额头太高的话 会眼高过顶 选择办理的时候要求条件比较高 而且因此会挑肥减受 甚至会导致良缘再善蹉跎 就是正缘早是不来 这个总是不来 即使早婚也容易离婚 而且该女子的事业上 财运上是非常旺的 属于外向型的事业性 这个外向型的事业女强人 这个是杨幂 是典型的一个额头高阔的人 离过婚 但是自己的事业和财运是非常不错 眼下森白 那么叫下三百眼 就像这个图片当中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样的面相女性的必定是心高气 不可一世 她看不起别人 自私心重 但是这种女性是很有才干的 有一种很强的奋斗之心 做起事来 必然是要做到成功为止 不成功的话可能会 这个不会放弃 因此有三百眼的人 必须修心养性 否则在中年的时候容易 导致婚姻和感情上的很大打击 以至于陷入困苦或者痛苦 这种 这个时候呢 便会在行为上变本加厉 现在越来越深了 就是这个恶性循环 下三百的 下三百 这个人呢 一般都比较偏 什么心高气傲 比较自大一点 那么还有就是发质粗硬 有这种面相女人呢 这个傲慢倔强 好胜心非常强 体质刚健 性格呢 比较直爽 急躁 因此呢 缺少男人缘分 那么还有就是 眉毛粗浓 这种面相女人的作风呢 比较粗犷 强硬啊 好胜不服输 其人个性也是比较急躁的 所以说 做事啊 没有什么耐心 容易动怒 比较容易得罪人 所以往往 令男人呢 敬而远之 那么还有就是 绝嘴的女人啊 缺嘴 这个 口没有遮住 喜欢信口开河 而且呢 爱挑拨离间 嚼舌根 性急如火 冲动 急躁 少耐心 经常是容易闯祸 这是几种 这个婚姻不太幸福的 几种面相特点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 首先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